那不然你就去跟鄭 你去跟鄭 跟鄭沒有 好 那個 那個 九個 少一個 二 四 六 八 九 OK 好 少那個猴子 來 叫 陳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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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哈囉 好 來看一下元素 我們中間這個 中間這個就是一個元素的代表 代真 哈囉 看這邊 你看元素做體表 大概會這樣寫 這個A是什麼 代號 A什麼代號 英文字 質量數 質量數 這意思是什麼 原子序 原子序 好 那什麼是原子序啊 原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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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非常好 原子的順序 好 喜歡原子的順序 是按照什麼來排列的 照 排的 法序 火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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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量 外面有那個東西啊 電子 電子量 好 再給原子來講 它的電子 電子是會移動的 電子是會移動的 好 陳昱啊 喵 喵 喵 你看好嗎 那個 寒假剛過 大家很精神上 比較不濟 自己要事實上調整一下 但是你只要 你只要 課堂上有一點小耽誤 你可能會影響到 後面的接續 就會聽不太清楚 對 老師 你是不是因為肌肉的 腦部肌肉的什麼 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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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把頭低下來的人 去做200下 噢 這個 你的Catch資訊會片段的 開過片段的 開過片段的 阿羅要找 找他 上課嗎 阿羅要叫他去上課 可是 我嗎 對啊 可是他上課 阿羅要叫他去上課 阿羅 你跟 哇 對不起阿 那個 那個 計程 你去 你跟阿羅 確認一下 你剛剛講說你應該要上課 可能你再上課 不是 不是 計程 可是我是說那個 是女神 症 喔 陳剛嗎 我 好 陳剛你先上一下那個 因為試圖啦 試圖比較沒關係 你先去上一下中文 中文喔 對 他上課 中文 中文 你先給我這個 你剛行動拿了科本就先不讓我去做 那這個呢 那個 那個帶回去 帶回去寫 如果可以的話 明明就有點教訓還行 好 這要開打火機阿 行阿 你就要做實驗 等一下 等一下 他要丟給修伊了 等一下 他借我了 在我手上 不要開 不要玩 不要手 不要玩到 好 停 停 停 我們 我們 再這樣子 發展下去 我們就來做實驗 好 原子序 我明白了 原子序 原子序 他應該跟原子的某些特徵相關 但是 跟原子 跟電子素 比較沒辦法相關 因為原子 電子素是在原子來講 電子會移動的 電子會自由移動 電子會可能就少了 可能會多了 所以電子素是在改變 那不改變的是原子核裡面那部分 電子是在外面跑來跑去對不對 在外面跑來跑去 原子核 它在核心裡面 它不容易移動 所以原子序是跟直子素相關的 原子序是跟直子素相關 直子素是1 1 是什麼元素 7 直子素是5 是什麼元素 5 什麼 同 直子素是8是什麼元素 羊 直子素是13什麼元素 羊 好了 13什麼元素 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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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真iner 突然 bes Nej V ninguém 7 你要寫什麼 你要寫舉個例啊 你要舉個例啊 坐飛機 對 舉個例就可以了 坐飛機還是佛式坐飛機 題 原子序 31 什麼原子 他現在可以抽機票 不要 志宇先標為檔 每個人講一個 那是哪一個 原子序38是什麼 38 我看一下 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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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八 所以 有了那個 零點幾個算 什麼可帶 一個 我看沒有一個看錯 NO 憋子序38 思思感冒多 思思感冒多 思感冒多 我沒有看聽詞題 如果就直接聽 思思感冒多 思感冒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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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 我沒有看詞 老師 那你要寫哪一個 老師 思 思 來 吃 吃 思 言止序47什麼 思 思 我家吃 好 提 言止序47什麼 這個 找到了 所以請 提 我剛才講的 什麼是言止序 講了半天 你們都沒有去查 你老實這樣挑驗我的腦袋 拜託你言止序 數字在哪裡 拜託你其實都沒有去搞清楚 我找四十包 有這麼難嗎 四十包 有這麼難嗎 四十包 其實沒有這麼難 對啊 你連搞不清楚 然後請你查 這個很難查 你都不知道什麼是定義的 我們在講定義的 你都不聽 四十包 四十包什麼 4 格 好 憶子序 27 呃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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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憶子序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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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蛋 蛋 蛋 知道什麼是憶子序了嗎 我知道 我記得 所以憶子序代表的是 憶子序代表的是 周期表裡面 憶子的順序 也代表了這個原子的指指數 因為我們是用指指數量 來去排列憶子序的 所以早期的憶子序 周期表排出來的時候 排排排排排排排 發現這邊有空一格 這邊空一格 這邊空一格 沒有空在這邊 這邊空一格 為什麼空一格 為什麼憶子序 憶子序 找一找的時候 發現這邊找不到 有一個空間 OK 非常好 當然知道 找不到 找不到 但是它因為用原子序去排 用指指數去排的啊 所以這邊排一個元素排進去了 這邊一個元素排進去了 就是這個找不到 找到這個指指數是等於這個東西的 找不到 所以那是空一格在那邊 找些時候一百個空一格 所以慢慢的慢慢的把它做出來 可以再把它找出來 做出來 做出來的方式上 可能用核 核融核的方式 用一個放側性元素去撞它 把一個大的分子撞成兩塊 就有可能一瞬間 撞出這個元素出來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是通常以前都這樣做 好 那什麼叫質量數 什麼叫質量數 質量數 質量數 每個小分別 好 一般來講我們的質量數 指的是 直指跟中指的組合 因為就有一個原子來講的話 直指 跟中指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但是電子呢 旁邊的電子太小了 電子的大小大概是它的幾乎是千分之一啦 大概1500分之一左右 是豬腳長比一個錢幣 什麼 豬腳長比一個錢幣 那是指大小 我們講質量的話大概說 譬如我的質量是 我質量是81公斤 那相較於我的質量對一個小石頭 81克多的小石頭一樣的比例 這是重量來講 那你幾公斤 我現在是81.08公斤 那就算了 就不用講那麼多了 就因為差了一千倍嘛 差一千多倍說 就不管電子的質量 我們不管是質子 跟中指的質量 所以你把質子跟中指的數量加在一起 那就等它的質量數 OK 這樣清楚嗎 所以質量數通常只是 值子跟中指的數量 好 那請問一下 收集表看到的 原子序37 裡面有幾個中指 原子序37 是什麼 85.17 是什麼 鱸在 鱸 鱸 鱸 他剛才寫二次 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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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個元素 這個元素它的元素叫做什麼 好 我剛剛講37對不對 原子序多少 827 8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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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7 好 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小數點 用度有少 因為各種狀態像 有時候會 掉一個小孩 好 因為呢 在智能界中 不是每個元素的中指數都一樣 欸 那位先生 你現在聽他講話 好 等一下我有一個問題 你如果打不上來怎麼辦 呃 又贏了 好吧 好 你有 哇 可以下課聊 好不好 不見上課一定要聊這些 他真的沒有問題 好 為什麼問題 可能會說 我 我 還在哪裡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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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早 怎麼排你知道 從這邊排算 1 2 3 4 5 6 7 8 好 我們講 剛剛在講延指序的時候 我記得你告訴我說 是延指的順序 是不是你告訴我的 對 那既然順序就表示它有一定的順序嘛 對 對不對 它一定有一定的順序 所以你要找38 39 為什麼剛剛教你搞那麼多個 結果他去想 感覺你的順序在哪裡 85.47 這樣知道順序了嗎 知道 85.47為什麼八成 因為中指數 不是每個原子 不是每個如 裡面的中指數都是固定的 所以 刻意要統計 譬如說 80%的乳 都是 中指數是多少 可能是 怎麼樣 80%的乳 都是 48個中指 可能有 20%的乳 是 49個中指 我只是說可能 然後把這個比例 平均一下 就得到一個小數點的東西 我忘記說 已經一種出來 是說 兩種物質去比較 就是 氫氣 就是同樣是氫 然後呢 就是 一公克的 一公克的氫跟一公克的東西去比 然後 然後 所得出來的 一個秩序 好 因為像早期 事實上都是跟碳12來比 事實上我講 它是另外一個概念 是這個概念 就是 自然界中存在的比例 換算出來 它的代表 它的比例是多少 因為 我們 中指數沒有小數點 你有幾個中指 我有1.3個中指 沒有這種事情 但是 有可能 帶有一個中指的 有 十個 帶有 兩個中指的 有三個 那比例在一起 可能相當於 帶有1.3個中指 就整個大自然 就比例要放來這樣 所以 在中指數上 是有一個小數點 但通常我們會取 假證 我們在假證 可能用這個 比較大多數的 中指數來做一個 計算 好 所以 直指數 電子數 中指數 有一個概念嗎 好 那講電子數 我剛才講電子數 在椰子序 它等同於直指數對不對 但在自然界中 我們會維持一個電平衡 直指帶什麼電 直指的電性是什麼 正電 直指帶正電 電子呢 電子帶什麼電 電子帶負電 所以我們要正負平衡 正負平衡 所以一般來講 你有幾個直指 正常來講 它就有幾個電子 維持一個電中性 所以知子序是 顏值序是不是8的 請問有幾個電子 8 那顏值序是17的 有幾個電子 17個電子 電子數 自然也就是顏值序 但是真正的顏值序來講 是以知識來考量的 因為知識不會變 電子是考來考去的 好 OK 第六題 分子是什麼 就當成作業了 大家去查課本 可以吃嗎 可以吃嗎 可以啊 當然很多分子都可以吃 來 接下來我們要做實驗了 這叫做做實驗 要做實驗的 我說這叫做做實驗 來 這樣叫做實驗 好 今天的實驗呢 我們基本上大概是兩個一組 我要幫你開 兩個一組 兩個一組 我們桌子分散一下 總共有適當桌子 桌子分散一下 總共有適當桌子 桌子分散一下 兩個一組 不要激動 好 不要激動 好 這個圖 什麼 最愛的就 兩個一張桌子 來 這邊有盤子可以用 可是我燒杯夠不夠 好像夠了 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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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先 或者你自己看一下 實驗的 實驗的內容看一下 我看到怎麼可以器材 蠟燒杯 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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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烤 燒烤 � gdzie放下 我知道 我要重來 對對 不行 這個不能改 再改 教師 沒有 沒關係 現在 我可以把他改成 這麼大的 賣 這一張他的 你們샤랑 情材 沒有 你有叫做什麼 欸我真的 我跟得一組啊 我跟得一組 這裡啦 那是我 那桌上你一定要來借我 你先防風 你來看看 不小心欸 你現在又要用到啊 你還用到嗎 那個 你們在用的東西喔 因為那個燒焙我希望你們做 第一個實驗實驗至少要做三次 那你用不同的杯子大小 做一個不同的觀察 然後記住嗎 手會往上跑 但是我們要觀察一些現象 所以往上跑是基本的現象 那我們在觀察細節的東西 好不好 好 你們要做先用到水 所以你最好